捷運出站就到家 住寄新一區門牌 你認為房價一坪要多少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地產秘密客廳 終於來到新一區的百億指標大案 紅竹新意 秘密客在還沒來之前 就有很多粉絲在關注這個建案 這裡光土地整合就耗時20年 基地面積有1777坪 是台北市淡黃區線上基地規模最大建案 聽說它的建築團隊很厲害 現在就跟著秘密客一探究竟 出了捷運靈光站 過馬路就到紅竹新意 有捷運的便利 假日想要放鬆 三座生態公園距離5分鐘 萬坪樹海當鄰居 爬山踏青享受分多金 紅竹新意踩SRC結構搭配新日鐵製鎮 總戶數232戶 規劃三棟地上22、24層 地下三層建子 目前主力52-63坪、3-4坪 這次建築外觀 找來設計華埔名柱 以及松陶苑的建築大師黃永紅設計 正面採用花崗石材 搭配金屬包板以及深凹窗等 展現建築的氣勢感 這次的公社團隊也很厲害 找來專門打造國際飯店的幕後推手 英國設計團隊GA迪賽打造 他們作品遍及世界 包括上海跟台北的W Hotel 日本的瑞吉酒店都是他們的作品 這次GA迪賽為紅竹新意量身打造18項公設 挑高8米迎賓大廳 天花搭配玻璃纖維製成的造型燈飾 還有自然綠意環繞的水景區 可以眺望101 社區專屬的圖書館 豪華及高規格電影院 二樓還有以運動主題打造的 健身房、瑜伽室 還有標準雙水道25米長的 室內溫水游泳池 以及露天SPA池 是不是超級享受 最後我們來到63坪的樣品屋 這裡打造3加1房 樓高3米39 客餐廳空間寬敞明亮 廚房配備L型的檯面 配備進口廚具 可以做封閉式的拉門 避免油煙串進屋內 這裡沒有太多走到虛平的浪費 主臥室尺度夠大 主臥衛浴配備四件室 還有浴缸可以泡澡 都是進口的品牌 這次配備給的夠大氣 個人覺得很加分 看完這間案是不是覺得有點心動呢 那我們來進一步分析這裡的房價 這裡的單價大概八到九字頭 正對面同樣是紅竹蓋的 大安曆池屋齡18年 實價登入大概七字頭 如果以捷運沿線的房價來比較的話 隔兩站大安站每瓶單價要130萬 那若你在隔一站中校復興呢 每瓶單價有150多萬 那以同樣信義區的信義計畫區呢 每瓶單價絕對要破200萬 但不見得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建築規格的程度 那我覺得這案子呢整體來說呢算是蠻用心的 如果你喜歡呢使用型的公設 我覺得這案子是蠻適合的的 好的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 還想看更多豪宅的朋友們 歡迎持續關注我們 我是地產秘密客廳 下回見囉